你是不是还在这样画枫叶呢 会不会太简单了 今天我来教大家画一片好看又简单的彩千枫叶 首先用铅笔在纸上画一根线条 然后在旁边再画几根 接着在线条的一端我们用弧线把枫叶的外轮廓画出来 大概画到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就可以用橡皮把线搞擦淡 准备一只黄色 先把枫叶的外形描一遍 然后还是用到这一个黄色 把枫叶里面的这个颜色全部涂上 第一遍颜色我们要把它画的均匀 黄色涂完 我们再拿出一个橙色 先从枫叶的这个尖尖开始 然后再到里面把这一个橙色全部加上 注意 这一个橙色画上去我们可以稍微的凌乱一点 不需要画的特别的均匀 主要是在叶子尖尖的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的用点力气把它画重一点 画到这样一个效果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一只红色把枫叶上面的叶脉画出来 先画粗一点的这个主叶脉 然后在两旁画出它这个分支 好了 画完叶脉 我们就可以用一只柠檬黄 在枫叶上面整体的揉合一下 让整个叶子的颜色更加的均匀 最后我们再用一只绿色 在枫叶上面稍微的把这个绿色加上去 做一下枫叶的颜色变化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搞定 你学会了吗